天啊 到底為什麼越來越待自己啊 為什麼會這樣 一直 這邊 我們就是鐵頭 真的非常值得去 真的 真的是太美了 嗨大家好我是Shelly 我是Zera 看我們現在兩個全部武裝 就知道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呢 非常不簡單 聽說我們今天要去的是 全台灣垂降最美的峽谷 沒錯 這個開車到不了 走路也到不了 必須要用繩索垂降進去才能到達的地方 這應該算是我進入到Spicy來做過最大的挑戰 我也是 我現在是超級興奮的 這支影片除了把很美的風景拍出來給大家看以外 我們也會跟大家介紹說 如何接觸西象這項運動 還有要做哪些行程準備 以及有哪一些安全事項要注意 那在出發之前記得訂閱開鈴鐺 要找獨特助手的話 記得上spice.travel Let's go 這幾年溯溪不是很紅嗎 但我覺得溯溪一點就被大家開發的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想說我們應該可以來挑戰一些 比溯溪還要更難的 像是溪醬 而且溪醬這個活動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玩的 但其實溪醬比溯溪的難度還要高很多 不管是裝備或是技術上 所以其實在出發之前 我們會需要先去上一個室內的審索課程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苗栗的騰龍溫泉山莊 然後準備要去上課 教練你在上面了耶 他怎麼在這麼高的地方 他三分之一而已耶 他三分之一 太誇張了 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教練 哈囉 教練我們今天上課的流程大概是怎樣 先簡單告訴你們應該穿什麼樣的裝備 或跟你們介紹溪醬是怎麼樣的活動 或在什麼樣的場域進行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兩個課題 第一個是你們可以自己吹 一般簡單這種有牆壁的地形 第二個是要吹那個有時候我們會過眼角 要懸控這樣 有點期待也有點怕受傷害 我也很期待他們驚慌是錯的樣子 不會的 我們是誰 我誰 我選你 欸這真的很高耶 我們已經走了三層了 因為在死十幾米嘛 其實我滿怕的 我其實也很怕 但你知道嗎 勇敢並不是你不害怕 勇敢是你覺得很害怕 可是你還持續往前 戰勝新宗的恐懼 來來 沒有問題 我給你避開 先看一眼 好可惡 我們要往下看就沒事了 好你握好 我們講另外一件事情 我手會痠耶 耶 第一次成功著陸 真的 我整個冒汗耶 我覺得很遠 怎麼還沒有到 你會怕你手沒力 我要出去了 好 抓這個 抓這個 好 坐下去 坐著 不是 等一下 要怎麼坐 坐下來 他呈現一個有點內巴 這是害怕的表現 慢慢來 好 非常好 來 給你一拜 我們上一課了 前30分鐘我一站上去 我手 腳 全部都在動 我覺得來上課其實真的很重要 不只是你要學技術 你還要去學著培養信任感 對繩子的信任感真的是很重要耶 一開始就是會有點不相信他 所以才會怕 可是到後來已經有點就是駕輕就熟了 然後就會開始欣賞風景 對 就覺得練習真的是很重要 非常期待我們到時候去山楊峽谷 我們一定可以的 教練 我們現在已經要腿降了嗎 欸 超級勒 我們剛剛只有大概一兩分鐘嘛 所以就到我們第一個要騎降的地方 總共有七個步步要降 教練是多高 15公尺 15公尺 第一個垂降點 就比我們上課的上課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最後一步是有什麼 支力轉換 那這邊就不用再轉換了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平地 所以你比較不知道要做這個動作 OK OK 好 唉唷 喂唷 這地很滑嗎 那個貼下去就有一個小小的老空 剃開牆壁的感覺 非常好 哇!就是要這個畫面 哇!就是要這個畫面 欸 zwr 教練他們在山林裡面 都有自己的那種口號 像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應該也要有一個自己的 像什麼 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 登登登登... 吼 剛剛那個是 海純踢到石頭啦 第四個速度了 應該是我們現在捶的最高的一個 目前是 對 我跟你說 男生來就是這樣 慢慢的降落 慢慢的滑落 在哪裡跌倒 在哪裡藏好 我猜猜了 我猜猜 欸 你要去哪 我要去瀑布底下啊 教練 阿姨 突然 太誤了 明天投彩號的是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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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飛著 他說沒有東西 在飛著 然後他想玩 有 有 這幕有錄到 所以我們要去山崖峽谷城的 最後一個瀑布 今天好美喔 這個峽谷 旁邊那個岩壁就很漂亮 還有水 是藍綠色的 Mera 感覺怎麼樣 會爽欸 會越來越走臉了 真的 真的超級漂亮的 而且重點是 我們其實都沒有怎麼泡到水 對 然後現在下來就超爽 因為剛剛太陽曬 然後有一點熱 然後現在就完全很涼 我們等一下就會在這邊吃午餐 對 然後吃完午餐就可以迎接我們的 重頭地 沒錯喔 對啦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吃15米塞 這樣了 好氣氛 還是在後面而已 太棒了 啊 可是如果我們 不小心要去的話 無敵重啟阻力 H等於2分之1 GT平方 不到3秒你就會 到地上了 好 我們不是換新的手機殼嗎 還是我們拿手機殼 我來試試看它的防曬功能 欸 雖然說我們新的手機殼 非常的防曬 可是廠商說 防曬只有3公尺 這個45公尺是不行啊 我們現在進入業配時間嗎 沒錯 太出了 這個手機殼品牌呢 叫做TASMAT 是來自美國品牌 它是世界前四大品牌 常常跟很多知名品牌推出聯名款式 像是REBAR 柯達還有跟Paris Hilton 出過聯名款 你看它的設計就是非常的獨特 而且有絕佳的防曬能力 像我這款流星時紋呢 除了剛剛說的3公尺防曬以外 那這個還是24K金喔 而且它外面這個材質都是用抗震的材質製作 我的這一款叫做花園派對 它是跟美國知名的手褪技術來聯名的 然後因為有蛋糕脂肪塞 然後也是用抗露的材質製作 他們的專網還有出很多很新的款式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好 衝傷時間結束 準備日才這樣 就讓國高了 出發 我們先抽看一下有多高好不好 天啊 到底為什麼面來面帶自己啊 因為我們想要挑戰自己 這邊有我們的系統幫我們保護住 可是我們等一下會慢慢走過去 然後在這邊下繩子然後下去 你罵什麼髒話 現在跟你說什麼你是不是都會說好 對 現在借我1000塊 等一下 我魚都看到下面了 哇 Sera準備出發 我剛剛摔一個我快嚇死 我幫你拉著沒事沒事 別怕別怕 怎麼那麼高 是不是還好去騰龍玩一下 真的有錢 我跟你講大家一定要去騰龍玩爆 玩個十遍再過來好不好 小心準備要懸空囉 好 加油加油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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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已經完全看不到它了 好 你看這裡到底有多高 喔 我突然想到一個笑話 如果你很愛一個人 你要對他做什麼 蛤 做什麼 你要扒他六下 好 我可以 我現在扒你喔 你呢 我愛他 為什麼不把他留下 我們終於下來了 這過程覺得好像很久 但實際上應該是你現在下來而已 前面大概5公尺的時候 有一個地形是你腳可以踩得到地的 但是他後面40公尺是完全是懸吊的狀態 對 那時候就是在懸吊之後 他就一直慢慢這樣轉過去 然後就直接面對整個大峽谷 然後完成一些非常厲害的事情 真的很感動 好 我們其實下面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第六格 那馬彎 這邊穿 這就是鐵桶 太美了 它是之前有峽谷嗎 又更新 真的可以說它沒有那麼高 對 可是它這個地形很特別 我們是一直這樣點在這邊 所以你是需要游泳過來的 對 然後我們之後會到這個地方去 對 OK 我們一定要再找一個時間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真的 終於回來了 天啊 感覺是從仙境回來 但其實到山陽峽谷的路程 沒有想像中那麼遠 對 因為在出發之前其實教練有跟我們講說 總共有7個瀑布要降 對 但每個瀑布之間都距離蠻近的 反而我們覺得最累的是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沒有想到原來你垂降多少 對 你真的要爬回來多少 可是 基本上它還是一個 一天以內就可以來回的行程 而且我們覺得 山陽峽谷跟我們一致認為最美的月牙灣 真的非常值得去 所以如果是跟我們一樣 對西漿有興趣的初學者的話 可以像我們一樣就是找綠葉戶外 我覺得他們的教練真的都非常的專業 但也非常的強 對 你不要看他那麼強 那可是台灣少數有國際基友就生教練的人 那如果是找他們西漿的話 價格差不多是借在三到四千不等 就看你去哪裡 可是好處是他們會幫你準備好所有的裝備 你完全不需要自己購買 欸西漿其實在費用跟體力上 都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高門檻 只要受過適當的訓練 有正確觀念 其實你是可以去參與這項活動的 這支影片也是想要呼應到近年來的一些時事 就有很多地方因為安全問題而關閉 算我們曾經拍過的秋影坑就已經關了 大家都應該要有自我保護的意識 要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再把自己放到戶外 在安全的地方做危險的訓練 在危險的地方做安全的事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 那要找我獨特的訓練的話 介紹SizeTriple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欸不是讓你寫自己的名字嗎 我想說她不敢來爬 我就是帶著她的頭盔爬 有很感人嗎 欸 你會衝啥 啊 啊 你會衝啥 這很像那個 哈哈哈哈 就算踢到了桌椒 也照樣抱持賽哥 娜娜娜娜娜娜娜 謝謝教練我先下去 後搖後搖後搖 我都是聽後搖 你有三跳 我喜歡你的啟動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爽喔 不行